难怪刘善不战而降 你看缅竹之战中 战死多少蜀汉开国攻勋的后代 在未免蜀之战中 缅竹之战是蜀汉最后的悲歌 在这场战斗中 蜀汉最后的精锐复之一具 此战之后 蜀汉已经无力抵抗邓爱的军队 刘善指的开门投降 蜀汉也因之灭亡 但是 在这场战斗中 很多蜀汉开国将帅的子孙无愧先人 不惜杀身成人 为蜀汉的灭亡增添了一道绚丽的亮色 自从刘备三顾茅庐 请诸葛亮出山后 诸葛亮就把自己毕生的努力奉献给了蜀汉政权 诸葛亮不但为刘备制定了龙中队战略计划 还用自己的才能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 尤其是刘备白帝城死后 若不是诸葛亮独必称天 他内修政治 外抗强敌 蜀汉早就亡了 让人惋惜的是 诸葛亮为了蜀汉政权的心上 耗费了最后的精力 最终病逝于五丈元的军营之中 诸葛亮死后 相为承载着诸葛亮的遗愿 供带兵进行了十一次被罚 蜀汉紧要六年 由司马昭掌权的曹魏 发动了对蜀汉的灭国之战 将为意图退守 很快都设了汉中屏障 与中会相持于间隔 邓爱得以偷渡殷平 直扑成都 面对孤军深入的邓爱 面对缺乏攻城器械的卫军 刘善为何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 直接投降了呢 笔者认为 这就要从绵竹之战说起了 因为这一战中 蜀汉开国功勋的后代 几乎遭到了团灭 司马昭之所以 执意发动这次灭蜀之战 根由就在于他杀到了魏力曹毛 承受着巨大压力 所谓内部问题 外部解决 因此灭蜀之战 从这个角度来言 就是一次转移焦点之战 司马昭动用了十八万人马 以兴服中会为主帅 当时的姜维 已经注意到魏军的动向 由于此刻他在达中屯田 便一封奏折告知刘善 务必注意 应采取行动三国制 文中会至兵关中 欲归进取 一并遣张义 料化都诸君分户阳安关口 应平桥头一方未然 可惜刘善却听信黄浩之言 而不予理睬 酒照喝 五照跳 正是在这种态势下 灭蜀之战开启了 司马昭分三鲁大军 分别由中会 邓爱和诸葛旭同领 扑向鼠汉 危难之时 姜维爆发出超长的才能 杀过英平桥 谎过诸葛旭 终于在剑阁 把中会给顶住了 须知满打满算 姜维采6万多人马 对方却是18万 愣是顶得中会上不去下不来 都开始盘算着撤军算了 毕竟都拿下了汉中 这就是大功劳 完全可以向司马昭交差 但邓爱却不答应 表示自己带着三万人马 去偷袭英平 结果邓爱还真得手了 最终带着一万多人 杀入到了蜀汉腹地 这一下刘善慌了 咋办 姜维明显是回不来 就只能自救 于是诸葛亮之子 为将军诸葛瞻临危受命 诸葛瞻率领属汉的御林军 出征了 诸葛瞻虽是诸葛亮之子 却是第一次统兵 虽在开局之时 诸葛瞻一度占据了优势 打得邓爱手下 纷纷要求撤军 可邓爱是百战之帅 清楚此刻退兵就意味着全军覆没 故而拿出必死之勇气 向诸葛瞻进行反扑 这一下子蜀汉这群新兵顶不住了 被打得崩了盘 联逐之战 变成了蜀汉灭国前的最后一战 须知刘善未了打赢此战 拿出了所有牢底 并把蜀汉开国攻勋的后代 几乎全派来了 因为刘善非常清楚 在生死存亡之时 只有这些开国攻勋的后代 战斗一直才是最坚决的 那么免竹之战 有多少蜀汉开国攻勋的后代 殉国 共五位 分别有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 孙子诸葛上 张飞的孙子张尊 黄泉的儿子黄冲 李辉的侄子李囚 全部战死 再加上赵云的儿子赵广 战死在达中 以上这些位 都是正当年属于蜀汉顶梁柱 却遭了团灭 为啥免竹之战后 蜀汉朝廷上一片投降声 就没有臣子主张抵抗 道理就在这 蜀汉的主战派不是在外面征战 就是死于蜀汉之战 自然发不出声音来了 于是 刘善这才选择不战而降 说来说去 非是不战 而是蜀汉一战过后 蜀汉的几两断了 每日更新 欢迎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